院国资委副秘书长彭华刚在国企国资改革研讨会上表示 以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为引领 以若干文件为配套的一加N文件体系已经基本形成 2016年国企改革要坚持试点先行 围绕重点难点问题开展十项改革试点 据了解十项改革试点分别是 一落实董事会职权试点 二市场化选聘经营管理者的试点 三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试点 四企业薪酬分配差异化改革试点 五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 六中央企业兼并重组试点 七部分重要领域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 八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试点 九国有企业信息公开工作试点 十玻璃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试点 好 这个相关的最新消息讲到的 这个方案会在明天公布 关于这方面一些试点 应该给我们的市场带来很多的机会 这个林小是不是就这些机会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首先我觉得这次提的试点还是比较多 就是好像各个方面都考虑到了 也就是说可以 我觉得可以给市场一个试错试心 就是思路各方面提供了比较多一点 因为这么多的思路 可能每家企业它的弱势点可能一到两个 那么市场也比较欢迎 因为前期的一些就是国企大的一个整合呢 应该说思路还没有这么广 应该说就是配套的措施 包括一些应该说职业经理人 应该说一些应该说就是薪酬的差异化 分配的差异化 其实这个就是更细分了 我觉得应该说从思路上 不是说大的集团从层面上 或者是为了改革而改革 那么包括企业今后的一个发展 对于在这个需求上 供给上都提出了比较大的思路 所以我觉得市场应该是比较正面的一个反应 如果有一些公司能率先做出一些 这个试点方面的一些示范效应 或者是方案的话 我觉得市场的认可度会更强一点 那么总体来说 包括一些央企 包括一些地方国企 那么这个当中其实大家都想再改 因为改在前面走在前面 可能它的路就会越来越宽 那么现在有一些大集团 应该说无论在哪边 包括一些能源方面 一些农业方面 那个公用事业方面 其实可以改的东西还是很多的 因为以前所形成的一些问题 大家也是看到了 如果能改的话 能够有积极的反应 那么我觉得可能这条主线 还是能在 应该说去年可能开始 更多的是一些大企业的一个预期 那么现在可能跟大家 更要看重它方案中的点 弱势的新 或者是今后的对这个企业的发展 所以目前来看我觉得国企改革 还是今年的一条主线 这方面实向试点 我看上海有一些企业已经在做 包括我接触过一些企业 比如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 国企现在已经跟民企改革当中混在一起 混合所有制 这方面也有一些试点了 然后民营企业家过来之后 就做了国企原来国有控股企业的总经理 这方面也是有了这样混合所有制的员工持股的试点 好像现在也在锦罗密股的推进当中 这方面 而且这些公司好像在市场上也是比较受关注 是不是上海在这方面已经开始起步了 将来会哪些公司 这些已经起步的公司 包括哪些积极的想做的公司 是不是市场会更欢迎一些的人 对我觉得 就是说这次的话 其实我们看到未来的话 对国企改革这个东西是一个深化 因为就像我们前面所谈到 就是说从2015年整个国企改革来看的话 应该说虽然说整个的方向是比较明确的 但是我们也看到它的整个的一个动态的数据并不多 像我们看到2015年的话国企改革中 应该说合并的比较多 对吧 像一些企业之间的一些合并 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在国企改革中 怎么说白了 怎么去把国企这两个字变化出来 那么虽然说混合所有事这块的话 也是在前两年所推出过 但是我们看到这两年 混合所有事过程力度并不强 因为很多国企虽然说它引入了一些民企 但是整个的份额比较少 那么未来的话 其实我们看到一点 就是说第一个像职业经理人的引入 我觉得这块是非常关键的 未来的话国企这块的老总 像我们看到原来是任命制的 那么未来的话 你在引入职业经理人以后 那么说白了 未来你的经营业绩的好话 直接就是决定了你的位置的留和存 然后我们现在的这些考核的制度 只有一个天差地别的区别 那么未来引入这些职业经理人以后 说白了就是说 我的这些国企交给你经营 这些资产交给你经营 我对你的考核就是个利润 你怎么把利润做大做强 这块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说未来在职业经理人的引入过程中 包括像我们所看到的未来 有可能会引入一些控股管理方式 就像我们原来一直所谈到 可能未来像大马线的模型 就是说国家可能未来 就是保留一部分的控股权 那么很多一些真正的一些股权投资 那么只是参与的财务管理 而未来真正的实体经济管理 可能就交给一些市场化的建议 所以说我觉得未来 随着这些实相改革的着部的细化 包括一些方案的入处以后 我觉得整个的国企的改革 有可能会盘火 或者真正的会引入一些火水 那么其中像白了所谈的 就是说我们从整个投资角度来说 我觉得未来其实我们更多的是 愿意看到这一类型的国企改革的深化 就像我们所谈到 直接经营引入以后 未来我对你再起的好坏 考核你的就是你的一个经营的业绩 像我们看到这两年其实巨亏的国企 是八把皆是 很多亏损最大就是国企 那么理论上来 未来职业经营引入以后 像这里巨亏就不能存在 所以我觉得未来在改革过程中 我们更多的是看到 新领改革所带来的活力和情分 感谢观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